英文的靈魂 認識英文的靈魂 動詞 因為英文的各種單字 它的詞性和英文程度 跟你對英文的 造詣、了解 最密切關係就是動詞 所以一個人的 英文動詞好 英文絕對不會差 但這一集 講這幾個動詞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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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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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bought這個字很簡單 四個字很多人不認識 英文最多的是可以當名詞 也可以當母詞 這個字也不當名詞 就門栓 或者是閃電 也可以是快跑前進 那動詞主要可以分成三個 因為大部分的 常用的英文單字 不太可能就一個意思 通常都兩個以上的意思到四個五個都有 是 bought it out the house in a ridge 就是生氣 憤怒 在一陣憤怒之下 快跑 所以動詞 最麻煩 一個就是這個動詞 本身我們就不太去記它 記名詞比較多一點 所以動詞很多不認識 第二個動詞 它有三態 現在是 過去是過去是過去分詞 有很麻煩 第三個呢 動詞它分集物不集物 像這個v就是可以當集物也可以當不集物 vt就是集物 vi就是不集物動詞 再來一個就是這個很討論 叫動詞 成語 後面加一個 加一個副詞 或者沒有副詞 用介系詞 來代替叫介副詞 它讓動詞變得更加千變萬化 但是大概猜 有些猜得出來 有些猜不出來 就是跑出去 快跑 你說bought it in 就快跑進來 bought it out 就快跑出去 快跑出去 去嘛 bought it aside 跑到旁邊去嘛 bought it away 就離開嘛 這都很好用 可以讓你運文的 你的表達更精緒 一陣風暮之下 它 跑離開了房子 bought it by the door bought it by 是名詞 門栓 當動詞關上門栓的關上 以前有這個木栓 現在不用嘛 現在就門扣上嘛 擔鎖上 一樣的意思 就把門關上 人家進不來嘛 請把門關上 但關上 不只是把門關上 就上鎖 上鎖的意思啊 因為門關上 人家還是 像喇叭說 還可以進來嘛 就關上 就放扣 bought it by the door bought it by the door bought it by the door sleep 你 在你死掉之前啊 記得把窗戶關上 但是 你說 純粹的關上 就close就可以 close就是把門 把這個門啊 窗子關緊啊 但不一定上鎖 現在有人窗子啊 可以上鎖嘛 那一個這個手啊 拉一下啊 往下 往下按啊 往下 往下拉一下啊 就是要上鎖 把窗戶啊 不只是關上 還要上鎖 就是 到窗戶上沒有鎖 就是 拉一下把門卡住 然後進不來 eat slowly and don't build your teeth 就完全不一樣 就是慢慢吃啊 不要胡亂吞早啊 不要急急忙吃啊 這些 就 不是細腳慢液啦 有吸力度就吃下去 eat build a dinner 應該啦 就是趕時間啊 朋友約他啊 朋友在樓下攪了 就三兩下 就吃完了 然後跑出去 就沒有細腳慢液的意思啊 我們說成語啊 胡亂吞早嘛 bombard 如果是名詞啊 就叫meng 就跟動詞 就轟炸 they bombard sit down to dawn 就是他們啊 就是敵人啊 轟炸的城市啊 一直到 動就是黎明啊 天剛亮的時候 除了講 動詞 那黎明啊 除了講 動詞以外 也可以講 great啊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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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複雜的單字啊 那至於黃昏的dusk 或者 nightfall canons bombard canons canons 就是我們中文 看著加農炮 就大炮啦 大炮 1-5 大炮 大口徑的炮 轟炸 武軍啊 當然 canons 也可以當大炮 但是也可以當大炮的子彈 不是子彈 炮彈 這邊也當炮彈 加農炮 射出來的炮彈 speakers bombard with questions 這邊又不是用炸彈轟炮 猛烈攻擊啊 炮彈 炮彈叫做轟下來了 speaker的主持人啊 或演講人啊 對很多問題啊 對現場觀眾提供精銳的問題啊 強烈的啊 就是這邊是用言語的 用言語攻擊 炮彈落下來這樣 b-r-e-k 一般是舒滿名詞啊 可是它主要有兩個動詞的意思啊 一個是預定啊 或者預約啊 i didn't put a table 這個party 我們要辦party啊 翻派對啊 你有沒有把這個桌子啊 把場地啊都 預定 預約起來 i'm sorry to play so loud I don't see it there but 啊 跟人家訂啊 訂這個戲票啊 這個票務人員說 啊不好意思啊 這個戲劇啊 這邊當play 要當戲劇 這個劇啊 play也是很麻煩啊 這個名詞動詞的意思好多啊 可以玩耍啊 打球啊 魚姓啊 這個名詞戲劇啊 玩遊戲啊 好多意思啊 也可以裝扮啊 假裝啊 或者耍人家 好多意思啊 這個戲的票已經賣完了 你看這個色 色就是賣 就在out 就是out 出去了 往外面也可以是木油啦 賣完了 那色的位置啊 都已經被你已經空了 一問是bird 就這樣 bird就是書嘛 寫入書裡嘛 就是登記記錄啊 他被帶到警察局啊 警察就把他登錄啊 姓名名名名地址啊 把登記在案 因為切到罪 就登記 登記記錄之後就要收押嘛 就不會一直bub the suspect 就警方啊 把這個嫌疑犯啊 把資料登記起來 然後就收押了 就bub 等於同學收押嘛 因為你不可能說 嫌疑犯啊 登記以後就把它放走 不可能啊 就要收押嘛 然後就是 看檢察官嘛 bub 就是女聲字啊 那Motopedia 就是 照聲音過來 bub 就bub一聲嘛 有個轟轟一聲嘛 有個轟轟一聲嘛 第一個意思 變得很繁榮 很bub 好像突然這個 我們說高博大廈 以後春春 bub 好像突然起來了 也可以當 呃 也可以當變繁榮啊 The town burn when gold is gathered nearby 剛剛這個附近啊 發現了金礦以後啊 這個鎮就變繁榮了 美國舊金山嘛 本來是新金山嘛 本來是新金山嘛 後來有別的地方也發現 情況嘛 新金山就被舊金山嘛 Business is doing in this week 這禮拜的我們生意啊 哇 生意啊非常紅啊 紅火啊 很繁榮 有ergan blenet bark's music baha 念bark 不念bark 念bark bark baha 教教樂的作曲家 ergan 很多意思啊 也可以當器官啊 人體的器官 也可以當組織啊 也可以當 樂器啊 這個是樂器 這個樂器啊 轟轟轟轟作響啊 這個 這個 在彈這個 baha 所以這個 中文應該翻成 bark 不該翻成 baha 的樂器 goest 好幾個意思啊 一個往上推啊 所以 你要 over the wall 我把它推到牆上 所以這邊 本身就往上推 所以不加up就可以了 加up就更清楚了 但是 就不加 goest這樣 因為它本身是往上嘛 就不加DOW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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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字母 可是它不念 Morail 它們叫Morail 這個士氣啊 它加強了他們的士氣 the government what have to do the taxes 增加 提升啊 增加 政府啊 啊 必須要加稅 且不夠 稅 那稅呢 為什麼加一 各種稅呢 可以加附屬 所以英文裡面啊 有很多 就算不可數名詞 會抽象名詞 沒有附屬的 儘管沒有附屬的 儘管沒有附屬 可是你把它當成 這個那個 個別化的時候 有很多 這種那種的話 也可以加一次 可以的 放心 盡量用 所以不可數名詞啊 基本上 做這種情況的時候 都可以加附屬 當然 有少數的是 絕對的 不可數名詞 不能加 習慣上就不加 就加那個 前面加 有幾個 這個數詞啊 3 pieces We have one club get the basketball team 這邊就支持的意思啊 會鼓吹啊 我們成立了一個俱樂部啊 然後來支持這個 風球隊 Club也是很麻煩的字啊 可以當名字共詞啊 俱樂部嘛 Club也可以當夜店嘛 聯誼社嘛 也可以當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桿嘛 球桿嘛 也可以當鐵棒嘛 也可以當扑克牌雷花嘛 當動詞也是用棍棒去打 這邊是 這邊是 這邊是名詞嘛 but 它有幾個意思啊 the ball out the ball out 他把 球啊 就是 這個 從這個 球門 go 本來是分數 在足球裡面的球門 從你 踢到球門 就是從 球門把它踢開了 這裡用腳去踢 不一定踢球啦 踢罐子啊 踢什麼東西也可以啊 第二個意思不一樣 she was booted out the ball out he was last job 他最後一個工作 是為什麼你看 他被解雇了 才原解雇了 他的一個就是沒有 他的一個就是 不在了 沒有了 或者不在 就從哪裡出來 releg 這個字 就是複合字嘛 レut 叫lick 就是說 踢開腳 這是解雇腳 什麼意思啊 意思啊 意思不一樣 the fleet trying to catch people I will be like whiskey 警方啊 警方不加 這就是絕對的 不可屬名詞 他本身就沒有 絕對沒有 劣甲S 警方這叫集合名詞 集合名詞只有單數 但他意思是複數的 就是集合名詞 相對的也叫 複數名詞 他永遠有複數 像褲子 Pants Changes 因為他有兩條複 集合室的去抓 Pants這個字的意思好多 抓一些人 這關係代理是 Who 代表people 他們走私 走私的威斯基酒 威斯基酒 你就去買就好 以前像美國 1930幾年代的時候 禁酒 禁酒 禁酒的販賣 所以他要走私 Booze 美國人 常常用喝酒 用Booze 不用drink 然後酒也用Booze 就是各種的酒 因為 英文其他的字 都太 太有局限性的 你說Wine 就是紅酒白酒嘛 Laked就是烈酒嘛 而且Booze 都可以 但通常是講 有一點酒精的 They went to the bar 去Gooze last night 他們到了一家 酒吧 昨天晚上去喝酒 Booze 的名詞 是邊界 這邊 女生出動詞 可以有三個意思 Which country is border narrative 就靈界 土地 這些靈界 就是美國 就那些靈國 就加拿大 西哥嘛 Guardian border 就是我們的花園 旁邊就是河岸 跟河岸 為零 Pillar case Border 各種意思 這邊是鄉邊 也是邊邊 又變鄉邊的意思 Pillar case 這也是複合詞 Pillar枕頭 K 很多意思 像小箱子 小盒子 案件 各種情況 英文字母 這邊就是一個小的套子 我們叫枕頭套 枕頭套 是用蕾絲 蕾絲 像蕾絲邊的那種 像蕾絲邊的那種 像蕾絲邊 This is fine to his father Border 這個就比較偏僻 但是還是有人用 幾乎是 他的回答 他對他父親的回答 幾乎是無理 爸爸講的話 不許管他聽的話 小孩子上沒禮貌 就講了一些不敬的話 Dreaming Borders on Madness 他很悲傷 悲傷到了 已經脫去的狀態 Madness 不一定是發瘋 就是 神之不清 情緒很大 Ford 一個是貝爾的過去詩 當貝爾一般是熊 跟他的動詞 有好多意思 這個就不講 貝爾可以當動詞 過去詩 另外就是 原型動詞 所以很多人都以為 Bord就是過去詩 不是 他只是貝爾的過去詩 他本身也是原型動詞 It's lecture for me 他的一些 Lecture 有好多意思 我們一般就是 英文不好的人 就認為是演說 Lecture的演說 也不一定 老師上課 他不是演說 也是Lecture 還有呢 我們說教訓人 長篇大論 講你作文主事 到底 可不可以 這邊也不能說 你可以說他的演說 讓我很厭煩 或者他的 跟我講作文主事 到底 講一些大道理 讓我很煩 你也可以講說 老師上課 都可以 所以很多字要看上下的 他不斷 他不斷用他過去的 他的故事 他人生經歷 他講一大堆事情 我們覺得很不耐煩 讓我們覺得很厭煩 Bord就是 從人家那邊借過 那邊借出去的 就用Land L-E-N-D 或者用L-O-A-N 但是我們一般的 O-A-N-D 金融 融資 借錢 也可以借東西 這個L-E-N-D $500,000 $500,000 to buy a new house 他借錢 也許從銀行借 也許從父母借 反正他借了 50萬美金 當然這個通常是 銀行借 買個新房子 房子裡面如果 住自己家人 我們自己就不成為house 就成為home 那對別人稱 就是說自己的home 自己的家用house 跟自己 跟自己家人稱為home 反正就是說 也不一定對別人對自己 就是說 這是我跟家人住的 就home home是比較主觀的 如果單純地講這個房子 就house 如果說 你沒有跟家人住 那一定是house 跟家人住 也可以講house 也可以講home English English borrowed somewhere English 跟French 就是 這個English 可以當 英格蘭的 不能當英文的 如果 不能當英國的 只能當英格蘭的 因為英國的 要講Britney 或British 所以 英國人要講Britney 不能講English 因為英國四部分主持 因為除了英格蘭 蘇格蘭 為了詞 很愛 這邊是英文的意思 名詞 它也可以當 名詞也可以當宣言詞 英文很多藉字語 法文 就採用 藉取的意思 Boss 反正Boss 是老闆 所以可以當動詞 很多不知道 Bosses everyone around Ease cheese 老闆嘛 老闆說一不二 說的話 大家都要聽嘛 這英文又把它變成動詞 像老闆一樣 Ease cheese 像Bosses BOSS 就當選擇 Ease cheese 高高在上的 Botter 這不是Botter 沒有R Botter就打擾 I'm sorry to bother you but it's urgent 很抱歉 打擾你一下 但這個事情 Earging就很緊急了 Don't bother you bother 這不要費心 不用擔心 無可威 Don't bother 注重你 就是 不用打電話 不要費心打電話 不需要 不用打電話 Bottle 本來是瓶子 動詞有個裝瓶 Company Bottle of Milk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常用字 大家都有些名詞 但它也可以當動詞 或者 反過來說 很多字 動詞 不知道它名詞 也可以當名詞 所以這個英文 最多就是同學 可以當名詞 動詞 如果再多一點 它可能 又可以當詞 或其他詞 這公司 Company 本來是同班 後來變成公司 這公司 專門生產牛奶 但是它主要是 把牛奶裝瓶 Bottle of Gap 是Bottle of D 過去式 跟過去分詞 Bottle of D 是用瓶子餵奶 有的用母奶 有的媽媽 奶不夠 或者是 這個 用习惯用 用奶品味 但現在一般 醫生啊 官家 認為還有盡可能 要母奶 Unfortunately Many young mothers nowadays prefer to brother their babies Unfortunately 也是很不幸的 當然真的也不能講 很不幸啊 許多 年輕的媽媽 那我這 那我這就是 近日以來 最近以來 都喜歡 用瓶子啊 用奶品味 不用 用母奶 Bottle of D 是BY的過去式 跟過去分詞 Bottle of D 跳躍 跳躍 Bounce out Bounce out 它從床上 跳起來 Out of the 跳躯出去 Bounce out Bounce out Bounce out 這個球啊 在這個牆上 這個 彈跳 就是 把全掉 牆壁 彈回來 另外 另外 就變成退票 這個 彈跳跟支票 退掉 就彈回來了嘛 還沒支票給銀行櫃台 它把它退回來了 然後彈跳回來 就把它引生為支票退掉 I hope she doesn't cash that check today It will bounce Unless I put some money in the bank 退票就是說 比如說支票他們寫一萬塊 結果打進去啊 會談人說 哦 退票 你只剩五千不到 然後就列入記錄 它就表示你支票 這個 數目不夠 列入記錄 就表示記錄 這樣子就不好 就缺陷 我希望它今天cash本來是名詞嘛 現金 也可以當動詞 動詞就是變成現金 我希望它今天啊 這個票子啊 不要搁進去 不要換 因為搁進去後就換了現金嘛 當然也可以 轉存到你的帳戶裡嘛 就不要換現金的意思啊 因為它 除非我 存更多金錢 更多的錢到銀行 不然會退票 因為退票就留下一個信用不了的紀錄 Bound Bound 它也是討厭 一個是BIND的過去式 跟過去的分詞 在它同時啊 也是 現在是 意思不一樣 因為BIND是固定嘛 它綁住嘛 它另外 它原形中指的一個跳躍 The dog Bound it out of the house 這狗啊 跳出房子出去了 The heart Bound the joint 它的心跳啊 因為它太高興啊 蹦蹦蹦地跳 另外一個就是定界線 美國呢 北方的國界啊 跟誰為定 跟加拿大 為定 這兩個都是跳啊 但是Bound跟Bound不一樣 這個Bound有一點彈 有一點彈 或者彈回來 彈起來 那Bound 純粹是跳躍啊 這兩個用法不太一樣 在一起跳躍 對 對 這個黄滴 解釋 用